教育是属于全民所共有的 它不是任何种族政治团体的附属品 所以教育应该是以专业来办理 而不是以政治去处理 您好,您正在收听榴莲台DurianFM 我是苏德森 那么他最近就在Instagram上面 可能就发了一些贴文 让很多人非常的不满 主要是要说他最近的 他最近工作的公司是紧缩开支 所以造成他只能够他廉价的航空 就是亚航 同时又批评马航非常的昂贵 然后当这个马航的空姐是都很老 其实空姐的年龄 我不懂为什么他会说很老 因为毕竟空姐她是有一定的服务年龄的 比如说她在飞机上服务和地勤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飞机上服务的年龄是有一个标准的 那她老的概念我不确定她是为什么 因为是很主观的吧 看来觉得长得老吧 其实有一些确实可能年龄稍微长一点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吧 最主要是仪容端庄就是好看 那就行了 而且她服务也要有亲切让人觉得有贴心的服务 那就可以了 你现在是选美吗 不是选美吧 对不对 这是工作人员 而且是我确实认同 这个什么呢 空服务员职工总会的主席 就说对这个觉得这个努力很没有礼貌 而且伤害了空服务员的心 我认同这个状态 对吧 你是针对她这些空姐人身攻击了 你说马航空接劳 难道其他航空公司没有吗 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身边一些朋友都有些说法是怎么样 就是说通常飞国内航班的就就长得比较普通 就会把稍微就是就是颜值比较高的呢 都会安排在飞国际航空国际航线 我不确定这是真实还是怎么样 但是自己也没有飞多少次国际航线了 所以但是发现到确实国际航线的空服务员是比较 颜值确实长得比较比较高一点 比起国内航班的 但是我也有看到国内航班的这个这个空服务员颜值也不错了呀 颜值也挺高的呀 无论是马航亚航 或者是马航的这些子公司 比如说这个飞银航空啊等等的 我觉得都还好啊 都没有很糟糕的问题啊 那现在蛮难得啊 就印象中我们国家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问题是 都是在批评空姐穿的太性感 或者穿的太这个奸裁太过什么东西 它也不符合这个伊斯兰教义的 然后现在是似乎要要求他们漂亮一点之类的 所以我只想说 就是其实媒体是没事干啊 有什么就报什么 这奴鲁的说法 管他这个他个人的意见干嘛那么在意呢 你看他现在就跟有类似像川普这样啊 他经常就会丢出一些比较争议的一些论文 Instagram Twitter之类的反正社交媒体上面都经常会出现 他一些言论都会让很多人很有争议 你看人如果是有一些名人一个多好啊 都是随便说什么人家都会关注你 那他自己也能享受吧 我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的意思 要运气人家的这个注意罢了 如果是给我才理他呢 懒得去理了这个 那这个是需要懒得去理吧 然后另外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该说懒得去理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吵了很多很多年 一直都呃似乎是没有解决 或者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具了 就大家开心就来吵一吵的问题 就是同考的问题 呃最近这个副教育部长 在教育副部长卡玛拉拉 卡玛拉拉登呢 他就有说到了 这个国家是不会承认同考的 因为这可能关系到了 国家主权的问题 随时不能够承认同考 呃对于这样的说法 当然引起很多华社人士都非常的不满意啦 然后就要求这个教育部长他解释一下 这个到底是教育部的官方的这个文告 或者说官方的政策呢 还是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意见 如果是个人的意见就必须要收 就是要去公开道歉吧 其实我很想知道跟国家主权什么关系 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然后去找了找一些资料 但是我就是我就是没有找到一些 可以让说服我自己的 就跟国家主权有什么关系的 也许是他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吧 这个我就不确定 是不是把它看成是 呃只要承认同考了 国家主权就要交给别人了 所以别人是华人的意思 就是不知道啊 那是不是交给 呃如果不是华人是不是交给中国啦 还是交给台湾啦 但是我们的同考跟中国跟台湾 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啊 完全没有关系 是啊所以所以这个跟国家主权 还是就是媒体误解了他的意思呢 取解了他的意思呢 他的意思可能并不是国家主权 因为很多这些领袖啊 就很喜欢说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媒体误解了 取解了我的这个意思 我看到时这个 这个副教育部长 到时会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 这个很难拗吧 呃也不会很难拗啊 我那天不是说国家主权 我是说国家的这个 呃教育的这个 这个这个 语 叫什么 国文啊 还是国语的这个地位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一个东西吧 呃 那你们误导了 那也许吧 反正误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华社就需要解释 那么包括嘛 华方面 毕竟是华社的事情吧 所以就是需要他们出来回答 那么这个 各位家乡呢 他是出来说了 呃 这样的事情 虽然是说的 呃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同考的这个 同考受承认的大门 是还没有关上的 他们还是 就是他说的 这个 教育副部长说的话 对同考 其实可能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呃 他还是 我们还是有机会 让政府承认同考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问为什么到今天 大家还是对同考这个问题呢 就 还是纠结在那一边啊 不能够有一个结论 其实是 同考承不承认 呃 我 我觉得还是跟 跟这个 跟这个 怎么说呢 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吧 你承认同考 不承认同考 我 我真的 我还是想不通 他直接关系是在哪里 你承认同考的意思 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啊 就是今天 我就是不承认你 那么我基本上 我当我说完这句话 你就会 对 蓝天赴地的 对 我就说除了这个之外 在实际生活上 他有 他 他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承认的话 难道你同考就死了吗 也没有 难道你考同考 学生都已经 在会失业吗 也不见得啊 你就 没得参与 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啊 如果你很想做 政府公务员的话 那你还要考 政府公务员的一些要求 的一些考试啊 可能换一个方式 你可以说 如果没有同考的话 好像也没差 大家都考SPM 其实也不 也不一定不是好事 那我倒不会这么说 因为每个人格有志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先觉得 同考的 可能这个水準很高 或者很好 或者你要往这个 更往中华圈的 这个地区去发展 或者怎么样都好 总之你有你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要提醒一个东西 这是比如想 承认同考 它主要作用 也许是在于一个心理上的 一种得到承认的 这种尊严 我觉得这是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说 在生活上的这个作用呢 就像你说的 它是政府如果不承认 就没有办法进政府部门工作 或者到相关的政府单位工作吧 对 这最大的一个问题吧 对不对 如果我是说在生活的运用上 那如果是你真的 这样子来想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去任何一间公司 任何一个企业工作 难道这些企业 没有一些特别要求的吗 他们都以为自己 一定要标准吧 对不对 比如说有些要求 你考这个英国 还是什么大学的这个文凭 或者需要你在某某某某的 这个这个专业的文凭 你才能够到那个公司去工作 同样的 政府部门 你就当作 如果它是一个工作单位 它是一个企业来看的话 它也可以有它的要求 我要求你要有SPM 你如果你没有SPM 或者你没有STPM 没有这个本地大专的一些文凭的话 你只能够拿同考的来见我 我可以说你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不请你是很理所当然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反正感觉上它 就你刚才说 理智理性上 就是它的这个实际 用出影响的大小 感觉上其实没有很大 但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 是 是心理上的问题比较多 是面子上的问题 尊严上的问题 还有所谓尊严值 就是什么民族尊严 华盛尊严 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这种说法 所以我们要不要坚持这些尊严 这些尊严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 你说不重要的话 人家会告诉你说 那以后我们就没有了 这个 学习华文的机会 对了 没有学习华文机会 我们的文化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所以这个还是 这反而会是在接下来的几年 或者未来的几十年 都可能我们还是会继续去 看到这个会争吵的一个课题吧 我觉得也没有人去理 理究竟真的是 真正去理它是一个 有没有受到承认 或什么不受承认 因为最主要 我觉得我刚才就说了嘛 这个是一个面子尊严 还有一个 你越这么说 你看你难怪人家会说 这个是牵涉到主权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连副教育部长都被误导了 都被华盛误导了 这感觉上就是很重要 非常的有大的影响的一个东西 是 反正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吧 所以这个还是会再继续下去的 看完这个我们来看 是在最近有消息就指出 当然是刘振东嘛 刘振东 刘振东呢 他就揭露说 在前副首相慕尤丁 被撤换之后 其实在巫统内部呢 这个东姑拉沙里 他就有平面去拉拢数个关键人物 在那段时期 其实他就有想要企图去取代 拿杜斯里纳吉相位的一些想法 想要拉拢自己的势力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内幕在里面 他这个内幕也不懂是哪里听来的啦 就是说有人 他说有人要利用东姑拉沙里的影响力 东姑拉沙里的影响力 究竟到现在还有多大呢 就好像你问 敦马的影响力到现在有多大呢 这个很难说 其实感觉上还是有 应该还是有很多支持者在 当然他有一定的支持者啦 也不能否认就是说 东姑拉沙里他是巫统的元老 他肯定有一定的 说话有一定的这个力量的 而且力量有多大 这是当然我们必须质疑的 因为毕竟看起来好像纳吉几乎已经 指手折天了 我不会用指手折天这个字啦 应该说他的力 他的影响力 他的支持度其实是蛮高的 不然的话他早就被拉下台了 经历那么多时间 但是竟然还没有被拉下台 所以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 纳吉他有他一定的这个 方式来处理这种纠纷 而且他的影响力呢 也许甚至可以 可以概括 武统元老这个部分 所以我不确定如果单凭 这个东姑拉沙里 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能力 可以推翻首相 这个 首相纳吉呢 虽然不管他有没有能力 但是就是 孤里方面可能就否认了 这个这样子的说法 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那么巫统的宣传主任 丹斯利安努亚 他就否认说 呃 巫统东姑拉沙里 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呃 他就觉得是有人企图 要利用这个 孤里的这个影响力 可能就 也算是挑拨 巫统内部的这个团结吧 嗯 嗯 他他 我还是想知道 他说有人是指谁 应该是不是刘振东啊 毕竟 呃 新闻里面 没有刘振东 他是自己说 是呃 他跟这个 呃 呃 谁呢 呃 跟跟东姑拉沙里 也是有认识的吧 应该是 他们自己也是认识 只是说 他 你说刚刚那个 巫统的人是暗示 呃 这有人指 就是刘振东 他说的是有人 那也许吧 这个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谁 他只是说有人 呃 所以我就想知道 那个有人是谁 搞不好 这是 他可以说的是 呃 前副首相啊 慕尤丁啊 呃 这个 现在真的难说 但是其实他 这个里面还是有解 认识到我之前 呃 没有 刚刚刘振东的说法是呃 这个孤里方面是在想要串位的时候 直到这个副首相 阿摩扎西上位之后 他才放弃这样的想法 他才变得就是打消这个当首相的念头的 嗯 其实在怎么安排 呃 我觉得要 呃 他要当上副首相的几率 其实挺低的啦 无论是阿摩扎西或者是 谁啊 有没有上位都好 应该也还轮不到 所以这些这个事情可能最大的好奇是为什么这个刘振东会有这样的消息 那么为什么会爆出这样的一个内幕呃背后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这个还是蛮让人期待的 感谢观看